欢迎收看4月10号的财经Special 晚上好 我是威敏 首先有股汇行情 隔夜美股下滑 亚太股市今天起落参半 而马股再度失守1640点 在大马机场和国油贸易领跌之下 全天下滑2.48点 收在1639.46点 汇率方面 外资持续流出大马股市 令吉汇率全天走跌 兑换美元报4.1050令吉 接下来要且不论外单元 首先来关注政府机构 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的消息 今天政府宣布将出资超过 62亿令吉拯救Felda 但对于这间亏损连连的机构 经营顾问团成员之一的经济学家 佐摩教授就表示 Felda涉嫌大规模欺诈 而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他指出 Felda在2001年的时候 还有超过80亿令吉盈余 但如今却亏损了超过80亿 目前还在计算 确切的损失金额 佐摩也希望媒体在报道 ENDV案件之外 也能关注像Felda 东铁等等其他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林国泰可能会对澳洲其中一家最大型的博彩公司发起收购 澳洲皇冠度假村星期一传出 永利度假村将斥资100亿澳元收购的消息 但谁料到事隔一天 永利便宣布终止洽购 因为消息太早外泄了 对此德映认为 在永利放弃之后 云顶大马和印石集团可能会对皇冠发起并购 最近政府释出大型项目有望重启的消息 让建筑股轮流走高 其中就包括丹兹里林钢河属下的两间公司 今天都双双改写2019年的新高 更是全场最热门股 首先海滨城市一度走高24.5仙 来到超过一年来的1令吉10仙的最高水平 但最终以1令吉01仙挂收 全天还是上升了15.5仙 另外一克尾市也走势林立 盘中标高10.05仙 来到65仙的新高 必试时则挂63.5仙 全天极升9仙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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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